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花旗近日发表报告指出,联发科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客户订单回流,预估第四季营收计增幅度将符合公司最高预期,明年手机并将延续正向的订单趋势。 花旗重申联发科买进平等,基本情境的目标价为1030元新台币。 联发科利多不断,外资圈大多给予优于大盘或买进平等,持续调高目标价。 目前,以美银证券的1200元最高,其次是摩根士丹利证券的1118元,再来是花旗的1030元,瑞银证券的1000元。 联发科日前参加花旗证券所举办的台湾企业日活动。 花旗在报告中指出,联发科除了天机9300外,还针对略低于旗舰市场的高阶市场推出天机8300, 瞄准边缘人工智慧AI智慧型手机市场,并确认借获红米K70机型采用。 联发科旗舰系统单晶片SoC今年预期营收贡献将达10亿美元。 花旗认为,2024年,贡献将成长于50%,达到或高于15亿美元。 花旗指出,除了智慧型手机的强劲动能之外,更长远来看,联发科还将受贿于智慧边缘及物联网趋势。 虽然目前的电视SoC及PMIC需求复苏仍停滞,但联发科在WiFi7领域处于有利地位,预计2024年下半年有望受贿。 整体来说,花旗认为,联发科渴望受贿于下一波的AI成长,也就是由混合AI级边缘、AI驱动的成长。 联发科的旗舰,AI智慧型手机SoC预估将出货于1000万克,且能受贿于智慧型手机持续复苏。 花旗维持联发科买进平等不变,基本情境的目标价为1030元,今明两年的预估毛利率为47.6%。 在乐观情境下,毛利率渴望提升到48.6%,5G SoC出货量比预期高出15%,目标价上看1100元。 在悲观情境下,毛利率调到46.6%,5G SoC出货量比预期少15%,目标价为800元。 5G SoC基本都属于先进制程,在5奈米时代,三星从台积电手中抢走过不少订单,比如骁龙888和骁龙8 Gen1。 而在3奈米时代,三星遇到了不少麻烦,齐星3奈米GAA工艺至今尚未量产。 此前,三星已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批3奈米GAA,但这些晶片并不完整,罚罗技晶片中的SLAN。 据说三星完整的3奈米GAA晶圆很难生产,并且良率只有50%。 有报道称,如果良率没有攀升至70%,高通不会下订单。 在50%良率下,一片晶圆只能切割出一半的良品,但晶圆间隔并不会因此降低,晶片成本相比70%良率高了40%。 这也将使高通被迫提高骁龙晶片的价格,从而导致恶性循环。 如果高通继续发现,三星无法满足良率要求,那么其晶龙8Z4很可能会放弃三星,转而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进行量产,这将导致三星遭受重大损失。 另外,根据以往多年的经验,同一代制成工艺,三星制造的晶片,不论是效能还是功耗发热,相比台积电都差了不少。 此前市场传出,高通下一代晶龙8Z4可能采用台积电,三星双代工厂模式。 日前业界消息指出,高通下一代处理器晶龙8Z4取消台积电,三星双代工策略,改由台积电独家代工。 台积电的法人还预估,由于大客户争先使用,台积电三代米晶片流片,Takeout数量激增,联发科、高通、徽达、AMD四个客户导入高端制程。 2024年下半年,三代米家族含三一月产能有望提升至十万片。 而台积电规划的三代米工艺共有五种,分别是N3B、N3E、N3P、N3S和N3X,其中N3B是其已经量产的首个三代米节点,量率达到了70%至80%左右。 N3E则是N3B的增强版,但从台积电已经披露的技术资料来看,其量率更高,成本更低,但效能会略低于N3B。 综合考虑成本和效能,高通下一代旗舰晶片效龙8Z4放弃三星代工,由台积电独家代工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据悉,三星三奈米GAA环绕炸机制成技术已推出一年多,晶圆良率仍不理想。 业界最新透露,由于三星三奈米良率不稳定,明年产能扩张计划保守,高通正式取消明年处理器下单三星的计划,可能延至2025年,再采用双代工模式。 与此同时,有消息称,三星四奈米制成技术近来大幅提升,良率已在去年11月突破70%大关,如今已能和台积电并驾齐驱。 据报道,AMD采用Zen5C架构的新一代晶片,打算由三星四奈米制成代工制造。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单一客户讯息,但业界普遍认为,台积电三奈米客户群持续扩大,在线排队潮,持续反映技术领先者的红利,生产经济规模的优势将反映在2024年至2025年业绩上。 外传台积电三奈米首发客户,苹果包下首批产能至少一年。 除了苹果,先前Marvel也曾发表新闻稿提到,和台积电在三奈米已展开合作。 日前,联发科新闻稿也宣布,双方将在三奈米合作。 此次传出,2024年高通第四代骁龙8系列晶片,即Snapdragon 8Zen4由台积电三奈米同胞生产, 显示三奈米家族客户群持续扩大。 业界普遍认为,台积电先进制成的首发客户一贯是苹果。 苹果包下台积电三奈米首发产能,一年也不让市场意外,代表台积电技术量产能力持续获得苹果青睐。 研究机构及邦科技也指出分析,台积电其他先进制成客户如AMD、联发科及高通、Qualcomm等, 借以陆续规划于2024年量产三奈米产品。 连车用客户也积极评估采用三奈米方案。 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先前在技术论坛表示, 车用客户急着推进三奈米制成技术。 为此,台积电提供N3AE方案,供客户设计使用,缩短产品上市时间23年。 台积电三奈米去年第四季顺利量产后,终端市场应用变化,持续使业界关注焦点。 台积电没有评论客户信息。 先前业界盛传,中国某些设计晶片大厂三奈米不振,自研晶片团队结散,影响潜在订单直接蒸发。 但美系大厂仍是可预测首发客户,加上欧美日车用也相对积极, 让中国品牌厂2024年至2025年的三奈米产能空缺被补上,三奈米产能更涌现排队潮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